社區不只是一群人住在一起這麼簡單 它擁有生命力 社區鐵路就像血管一樣 將人好像血液一樣 運送到不同地方 不斷為社區注入養分 鐵路和社區發展的關係物不可分 在香港,你看看有多少人約在港鐵站等就知道 東涌有什麼特別呢? 我想是多元城 除了不斷擴展的新市鎮 它還保留了大自然難得的一片翠綠 加上舊式穿落 和很多旅遊景點 可謂將傳統和現代完美結合 這一點其他地方是沒有的 有什麼因素可以凝聚社區 將人像膠水一樣黏在一起呢? 方便是最重要的 只要那一片地方好易去 人就會自然向那個地方流動 究竟有什麼原因 可以令一個地方這麼受遊客歡迎呢? 好似東涌那樣 除了是居住的地方 又有郊遊勝地 喜歡逛街又可以 再不是逛下山 吸淡新鮮空氣又可以 東涌這塊地方很有潛力 配套又齊全 是一個理想的社區 未來新發展項目落成 社區網絡變得成熟 居民上班上學 使在貧貧托托托 人口越來越多 為未來發展 提供更多的機遇 我們明白 城市和大自然並存的重要性 所以我們會先對環境 作出深入的評估 然後再進行我們的鐵路工程 興建鐵路是為了完善 這裡社區的交通 我們會聆聽居民的意見 建造一條真正屬於這裡的 社區鐵路